早上时间要施打疫苗的民众陆续报道 汐止区在山光厚德市民活动中心设置的疫苗站 每天施打人数为2000人 现场一样是布置了挂号报道 施打疫苗以及休息区等等 而这次除了预约也采取随到随打 现场有莫德纳及BNT两种疫苗提供民众选择 厚德山光市民活动中心 连续三天 那就是有提供我们第一剂到第四剂的 我们疫苗的一个接种 那这次所提供的是BNT跟莫德纳 要接种一到四剂的 那个都可以到现场 那可以先行预约 那如果说没有预约的也可以 那个就是到现场之后谁到谁打 只要您的资格都符合的话 那现场会由双合医院团队来做一个协助 第四剂65岁 原住民55岁以上的 老人家施打第四剂 那他唯一就是一定要满五个月 那另外这里也有施打第一剂 第二剂第三剂 那希望李明可以来这里施打 那他今天施打的有莫德纳跟BNT 两种让李明来做选择 一早后的里长也特地到现场 关心疫苗战施打的状况 从6月16号开始一直到6月18号星期六 由双合医院提供服务施打疫苗 包括一二剂及第三第四次的追加剂 大人小孩都可以 而65岁以上长辈打完疫苗 还有宣导品可以拿 户籍在新北市还加码 再多送两盒快筛剂 只见现场有不少 打完疫苗的长辈排队领取 很好 一定要打啊 现在正流行 宣导品很好啊 更增强免疫的 大家共同来防复 这个COVID-19 很方便 我就住附近200公尺左右 还有加码如果说有来施打 符合资格的话 他有赠送那个礼券500块 还有新北市民有两支快筛剂 那中央另外两支 总共新北市民可以领到四支 那如果不是新北市民的话 只能领两支快筛剂 八点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将近七八十位长辈 已经在那边排队了 那我们这边是鼓励说 长辈那个一二三四剂 其实那个有必要施打 那那个请大家还是尽量 照着目前规划的旗程 那个来这边做一个接种 那65岁以上的长辈 这一次也有提供四支快筛四剂 还有500块的礼券 65岁以上长辈如果户籍在新北市 可以获得商品券500元 及四剂快筛四剂 三观后得疫苗站连续三点提供服务 随到随打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前往 这层慧玲系纸猜风报道